- 金荔珠, 正明, 回來了, 玩具TV 今次繼續介紹一些好玩的東西 今次是恐龍戰隊, 而以往有點不同 今次的恐龍戰隊是由Hastful出的 因為之前的版權其實不是Hastful 所以今次推出這個Hastful版本 你可以想像到如果用變形金剛的技術 推出這個戰隊會怎樣呢? 今次就是這個成品 而價錢都相當經濟的 它推出了散裝, 後來推出了Boxet Boxet在亞馬遜賣只不過是40元美金 散裝是一隻一隻賣嗎? 一隻, 兩隻, 兩隻 這隻要收你多少錢呢? 散裝如果買就好像要50元, 便宜10元 可惜便宜10元 再說一次, 因為亞馬遜真的過50元美金 免郵費, 所以非常值得玩 不過這隻技術 計算上次我們中國的電腦 今次又再進一街了 我看到根本上是很簡單很簡單的玩具 對, 因為POWRANGER大獸神的設定 確實是非常簡單的 它是比4歲以上便可以玩的 4歲以上便可以玩的 所以是比較簡單的 我覺得零歲便可以玩的 這個應該是 對, 與過往的比較 你看到合體之後的比例 它是拉長了一隻腳 而上身都美形了很多 其實與Bandai的演繹 又有完全不同的感覺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桌面上的五隻獸 你當年有沒有看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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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戰隊真的有看的 我想知道當時在香港有播放的 有播放 但你在香港看的那個是日本人做主角 還是洋人做主角? 好像有, 兩套都有播放 一套是GOGO POWER RANGER 一套是日本的版本 我印象深刻一點就是日本的版本 始終你變成西人 然後將東西變成校園 西人校園那些就不太接受得到 尤其是當他打鬥的時候 突然又跳了去日本的街道 或者是日本的美宿模型 其實整件事就不算很合適 但是那個人想到去 去白鎮 這個戰隊 那個人呢 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 舉足輕重的 是一個億萬富 勇劍美國政壇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你可以在那邊玩 那邊吹水 其實我坐下來 是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 話說呢 我經常都說法國是很流行巨靈神 當年巨靈神在法國播放的時候 有一個法文主題曲 電視台就 我不會唱 當時法國電視台就找了一條 牟利去製造這首歌 用很便宜的價錢 那條牟利其實是一個猶太人 那條牟利就說 我幫你做 我收很少錢 但每賣一隻碟 我收回十元 終於巨靈神就掀起了一個很強大的浪潮 而每隻碟買十元 他買了一百多二百萬隻碟 當年來講 他已經收到第一桶金 因為工作的關係 這個人 這條牟利 其實只可以在過去 可能是一個DJ 一個小小的 喜歡搞唱片的人 他就因著巨靈神 賺了很多錢 他就更加去接觸那些日本動畫 有一次去日本公幹的時候 他就在一間日本酒店 開電視看了戰隊 我就不知道他看了哪一套戰隊 他真的凌機一觸 他就說 我只要找一些外國人來 代替了日本人 就只是做文腸那些戲 接著打鬥的時候 我又剪回日本的片 他真的這樣想到 他就真的 因為他有少少錢 他就去了美國 在停車場那裏 自己找幾個人拍了 拿著這條毛片 就嘗試推銷給電視台 就推銷了十年 推銷了十年 推銷了十年 推銷了十年都沒有人展示他 沒有人理會他覺得他瘋 突然有一間電視台可能覺得 沒有東西要播 不如播幾集吧 他就說很便宜 就給你幾集 但之後那些我們再丟割 突然在第一集開始就爆紅 接著他就 第六集開始 他就已經很高的價錢買了 每集 他就這樣變成 你很多時候會見到 譬如當年Clinton 選總統的時候 都是他資助的 他這個故事 在NFX有一個節目 說我們的玩具 是有這個人的 哦 是 他都說了他整個故事 是怎樣來的 咦 果然太低了 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那個東西 對這個人最深印象 他是一個滿身銅臭的人 而他是非常討厭他在做的工作 即是他說 小孩子是低B的 我賣給他看他也看 你不要看少一些小DJ 或者滿身銅臭 我是小DJ 他是滿身銅臭 OK 好 故事說完了 我們就看回產品換腳 看看一隻暴龍 他有什麼可以玩到呢 嘴唇可以抹開 那隻手仔就可以動一下 那隻腳就不斷動一下 而這次他這個 是有水平轉的 所以他可以抹八字腳 就會英俊一點 都挺有Q的 好 大文獎就是 一塊 動不了 腳也動不了 對 舊角 對 那仍然維持當年的傳動用貼紙 哈哈 對 其實跟舊版的尾版很接近 對 接著三個龍 還不簡單 這個真的簡單 對一個很危險 對 上色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一塊藍色膠 好 接著這個長牙虎 就黃錦錦一隻東西 喂 長牙虎 但是他的照片 你說車胎有黑色 車胎有黑色 對 車胎有黑色 為什麼來了是黑色 對 其實這張照片 是不是這個玩具 哈哈 不是這個 是幅畫 對 漂亮很多 那就是翼龍 你看到他的演繹 其實都是用尾版的 那種演繹 即日版和尾版 其實有少少分別 那些貼紙 或者上色 那這些就是尾版的 好 那就事不宜遲了 就把它合來 拆成這個 恐龍打車 是 對 那就 基本上就是 將恐龍 插住兩個膝蓋 就將 兩架 三個龍 跟著長牙虎 在電視上的長牙虎 的前腳是這樣向前伸 不是 是 變成戰車時都是這樣伸 就這樣向前伸 好 接著呢 這個長毛匠 就造成這個半大獸神形態 其實只不過是中間形態 就是規矩這樣想得錯 對 但是它還不錯 就是它用很少的材料 就可以做到 都叫做這個變形 其實跟最初版的DX 是有些相似的 其實是 基本上是很接近的 但是它就多了少少關節 叫做 叫做是 有少少不同 這個 好像這樣 那是賣什麼價錢 四十元美金 未年允費 過五十元美允費 過五十元美允費 過五十元包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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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非常徹底的 是嗎 所以 當你對比起現在七入金運 要千四五元 其實 那又不一樣 我現在很貴 你又不要那麼傻 不是真的比起 是漂亮的 我反而 你說如果把這件 跟Super Mini Plus 比呢 就可以比較 這個就是恐龍坦克 我不夾手 因為這個位置 我怕會夾花的蜑子 大概就是這樣 只要把它拉直 站起來 就變成大手蜑螂 這個像碟羅漢 拿開這個大象 先站直 這個就是腳 但它四十元是在做特價 還是正價 是正價 很便宜 膝蓋高的表達很棒 由下降到起床 即是它接回到腿 都算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好像以前DX的 如果當年我們四歲的時候 有這樣的東西玩 都是厲害的 以前都是一裝一拆的 雖然以前我們玩的 是會有金屬 但哪有這麼高可動性 就是這樣 對 還有造型不會這麼試 以前你擺不到造型 基本上變形 跟以前DX是完全接近的 手蜑螂一定沒有關係 對 直上直落 它進化了 還有頭部很抖 腳也不可以動 這隻的造型很漂亮 這隻的造型很漂亮 會不會給你的女環 它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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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是無敵 價錢是無敵 好 那就完成了大獸神 算是這樣的 大腿是 又拔得開又成 大腿是比以往的大獸神多了 可以有八折腳 還有水平 所以你就可以有八折腳 但是你以為膝蓋有關子 其實它是沒有關子 它是可以這樣 可以踢上 它不可以向後 有前沒有後 但是這樣就是 但大腿可以向前踢嗎 這樣 算了 對 而這隻手是進化得最多 它可以這樣 還有這樣的 變成 還有這個水平 可以揮劍 手的動作是非常之多 對 那頭部其實是動不了的 左右轉都不可以嗎 是不可以 是 這個是定了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套 Power Rangers 是二十多年前的 是 九十年代頭 是第一套的戰隊 第一套的 有洋人演員的戰隊 是第一套 但是它這套 這個產品是以為四歲以上 它不是被大人懷免童年 而是說你現在的小孩 去玩一套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其實它也有出一些新的來Q版 還是 它已經是一個長壽的拉筍 因為其實前幾年都還有一套電影出過 雖然 造型也不同 是的 其實它也有補充再補充 所以美國也是為人熟悉的 這個東西 這樣就簡單介紹了這隻美版HASFOR出的大修神 如果有興趣的話 香港也有得買的 在哪間 德哥 全廣最受歡迎玩具店 都好像有的 那就應該貴一塊錢 好老實的 如果你自己懂得到亞馬遜買 就四十元 五十元便免郵費 再說一次 就是這樣 好 簡單一個人 拜拜